大家好,今天玩的是英雄戰場的巫妖王 巫妖王的天生技我覺得在後期能力比較厲害的 一隻角色 他可以給一些死神怪,很強的死神怪 像六星的伐木雞和蛇蛇 他可以死神觸發兩次的話 那這個效益又非常大 而且他重生又會再觸發一次死神 那我們前期的話就是看有什麼比較好的怪就先抓起來 能湊三隻也先湊三隻 這樣的話方便前期血量比較多 能湊到一些比較強的死神怪 那偏向哪一個種族的話 就看哪一些牌來的比較多 或哪些牆牌有先來 那這幾隻的話 我場上有一隻魚人 那我抓魚人隊長加個兩攻 好像可以打贏前期的怪 主要升星的話 就是比較希望是抓到那個聚合體 聚合體的話 抓到你隨便加 就變成聚合體養成遊戲 那勝利就差不多是你的了 那我發現這個人的場面好像 比我想像中的還要弱一點 不然我們直接爆打他五滴血 那場上這幾隻都是一攻 哇 真的不知道抓哪些 都垃圾垃圾的 當然我抓了兩隻比較有機會 養成起來的 迴行裝甲就是 每回合 每到你的回合會給你加一攻 那蹦蹦兔的話 單純我喜歡蹦蹦 不是 是因為他 只要打了越多次蹦蹦兔的話 那個攻擊力和血量都會提升 那我發現 換我們被爆打 這優格薩倫 前期的怪有抓到魔胎的話 真的是會爆打我們 那這裡的話我也是很困擾 到底要抓到什麼 抓一隻可以BUFF 我們怪的手下好了 那BUFF到魚人隊長 還OK 因為我覺得我會把 223的魚人 比較容易先賣掉 那魚人隊長有BUFF能力的話 BUFF到是比較有價值的 那這一回合的這幾隻怪 我真的是越來越奇怪 我到底是在玩哪個種子 有點分不太出來了 我很想要在這個回合 尋找聚合體 可是都不見 這樣子的話 我們只能維持一下我們的場面 不至於會被打很多血量 聚合體有聖盾的話 是有意料之外 沒想到在8TEN的時候 可以直接給聚合體聖盾 找這麼快 那也是沒辦法 剛剛把最攻擊力比較高的放前面 基本上就是防前期的魔胎跟藍胖 那這裡被爆打7滴血 早就知道先把一隻低攻的放到前面 那這裡就抓到一個蹦蹦兔 直接抓起來 那剩下的錢就拿去升級 因為我們是比較想要 趕快去找後期的怪 然後給他重生 然後主要靠那個靠賽 就可以看電影了 這裡有個老瞎眼 其實我在思考 我到底要不要去冰柱去抓他 那想一想還是帥 因為我們現在場面比較像機械 那我們就是去抓個機械比較好 那這個館長一樣爆打我 可能是因為我們有使用 九陰白骨找雲 所以才會輸他 那至少我們前期是一定要度過去的啊 我們只好期待 就算我們不能吃雞 其他的對手也趕快去死一死 這樣就可以前四名了 這裡運氣蠻好的 抓到一個蹦蹦兔 直接讓我們的蹦蹦兔變成金卡 那看一下五星的怪會給我們什麼 那這三張的話當然是選擇光牙直發者 其他兩張都比較爛一點 那我們現在場面偏向於機械 趕快把石空機器人抓起來 那這些魚人可能也要加減賣掉了 然後又抓到一個石空 這樣的話就可能比較想要把老瞎眼這回合就賣掉了 那他一個卡德加 就為了伐木機 443的伐木機叫了一對小垃圾 但我們是有兩個石空的啊 一隻打不過還有第二隻跟你玩 那這個找秘密的其實非常厲害 他可以前期就找個冰箱 然後之後被打死就可以再靠賽拿個冰箱 所以你只要一直拿到冰箱就不會死了 可是我發現前期比較容易抓到冰箱 後期的話就沒這麼簡單 不知道為什麼 這裡刷一刷又不小心被我們刷到一個石空機器人 那其實的話 我會比較想要賣掉這個三一合體機器人 光牙執法的話還可以讓他再成長一下 所以我們就只好賣掉那三一合體機器人 蹦蹦兔的話我還想要把他養大 養更大 第二張金卡蹦蹦 那這裡三張牌的話 我就只有覺得蛋蛋可以拿 而且蛋蛋也是機械嘛 機械的話裡面還有個巴巴的機械 那就可以加減養一下我們的石空機器人 那我突然發現這個優格殺人的陣 好像沒有那麼厲害了 因為我們有抓到金卡比較多的關係吧 而且這蹦蹦兔的話 再抓到金卡 哇這就變得很大隻 而且這個蛋蛋沒破掉的話 是五星計算的 哇直接爆打13滴 這裡又不小心被我們抓到一個微型裝甲 又變成一隻金卡 那這裡六星的話我不要想要找到死神的 哇直接把巨蛇抓起來 然後給他個天生技 這樣的話我們不可能輸 因為他可以有兩大波的機會 直接變成大會戰 那他其實這場面的話我覺得只差熊媽媽了啦 後期的野獸一定要有熊媽媽 這樣死神蹦出來的怪才可以質量比較大 那他連我們的死神都沒辦法觸發 那也沒辦法觸發我們的重生了 剛剛我們都一直被爆打 然後順起來現在就是爆打所有人 那這裡的話我不知道為什麼我在打的時候會想要抓馬爾加尼斯 可能我在玩惡魔的時候都抓不到馬爾加尼斯吧 洩憤一下 那他有一隻嘲諷的聚合體 還有帶劇毒 還撞不死他 這樣就有點危險 那我發現他質量並不高 他的惡魔也只是血量多而已 巨蛇又蹦出一個蛋蛋 巨蛇再去自殺 那這些死神的話就沒那麼強 第二次死神就沒有比第一次強 所以死神的話資源應該是蠻多的 可以慢慢跟對手消耗 所以死神的話資源應該是蠻多的 可以慢慢跟對手消耗 這裡在爆打是一滴血 雖然他只有兩滴血啦 所以不管讓我們活哪一隻他都會死 進擊前四名 這一把剛剛冰珠的蹦蹦兔拿起來 可是要再找出第三隻的蹦蹦兔的話 好像有點困難 結果我們又抓到一顆蛋 反正我們只要記住 每回合都按個天生計 這樣就可以打一次大灰戰 那他這一次終於有熊媽媽了 那熊媽媽好像加的怪並不多 除非他把那隻怪賣掉然後再丟一隻 我之前也打算要玩那種野獸流 然後拍成影片跟大家講一下 可是我發現我的熊媽媽都比較難湊到金卡 我覺得金卡的話比較酷貝 那這裡的蛇蛇竟然中到大獎 那大獎六星的死神 可是我還比較少發現那種 少看到啦 應該還是會有人就是蛇蛇 死神又碰出蛇蛇 然後再無限的蛇蛇 不然就是中到傳說的伐木機 傳說的伐木機的話 他再掉一張傳說的卡 再掉一張比較大的傳說的卡 再繼續開秀 哇那這裡的話只能跟他打平手啊 死神不夠多 一定是死神不夠多的原因 那這裡又很想要想辦法去刷的兔兔 金卡兔兔 聚合體現在來的話 我還是抓一下好了 雖然好像有點太晚 有抓的也沒抓 這可以其實不用去抓的 那看一下金卡的蛋蛋 會不會給我們什麼 比較強的六星卡 再給我們一隻蛇蛇 然後我們再湊一隻 金卡的蹦蹦兔 再給我們一隻蛇蛇 就變成金卡的蛇蛇 好啦 拿個致命劇毒好了 後期的話致命劇毒還是比較有優勢 那這裡打了死人的話就其實沒什麼壓力 因為他場面是沒辦法繼續加強的 所以就沒這麼有壓力 不是說他很爛 是因為他少了一回合可以強化 所以比較容易打 那我發現他的質量2828好像有點很大 我們只能靠蛇蛇重生 能不能造出什麼怪 那這裡轉直 直接變成野獸 那這裡的話 撞的不是很理想啦 當然至少還是平手 那就代表的話 前面的人可以把這個打下去 那他就是更強 糟糕糟糕 那可能要把我們光牙之法者賣掉了 那銅鬚的話 我是覺得沒有位置可以給他放 不然前期有聚合體 我也是直接開始聚合體養成遊戲 那這裡的話 可能就是要再抓一隻 現在人用得到的 那可能就是上面的話就阿古斯了 那我們現在終於可以騰個位子 把剛剛不必要的垃圾先賣掉 那再抓個阿古斯 那銅鬚的話一直來 為什麼前期不給我們 那我給了一個蹦蹦兔阿 讓他們去扛一下傷害 可是我都沒有去抓到那個 機械合體有聖盾的 那一張的話就是很強 在後期就很強 對面就是開始聚合體養成遊戲阿 然後我的聚毒蛇還沒有去 欸聚毒的蜘蛛沒有去撞這個聚合體 有點虧 看我們換了好幾隻怪 但我發現他的血量沒有很多阿 怪的血量沒有很多 而且石荒不是金卡 我們瑟蛇 還可以再丟出一個死神 重生 又一隻瑟蛇 那丟出一隻五星還不錯 11滴血爆打他 哇 到後期真的很強 這巫妖王的後期技能太強 那這裡的話就升個星 看著不能殺出什麼六星的怪 我覺得應該是早點升星比較好 但剛剛的話就是為了讓隊伍比較 更強一點 這裡是打死人的話就是 比較安心的可以升級阿 那抓到一個第二隻蜘蛛也是先縮起來 看能不能抓個第三隻 可是第三隻的蜘蛛其實沒有強到哪裡去 他一樣是自明舉毒 只是血量的比較高 那這遊戲是沒有沉默的阿 所以攻擊力的話 我是覺得有攻擊力就好 所以他一攻的話 還是可以自明舉毒 是沒什麼差的 那他連我們蛇蛇的死神都打不出來 那打出來的話其實會更痛阿 連續抓到兩隻蜘蛛 哇 有點曬 可是血量只是Double而已 並沒有比較厲害 效果並沒有比較厲害 那除非改成什麼 給左右方阿 自明舉毒那可能就厲害一點 那這裡也是看到第二隻蛇蛇先抓起來 看能不能抽出一個金卡蛇蛇 阿 抓到你了 完了完了 這還沒有 這個他死豪 這個他還敢玩 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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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笨笨的 欸欸欸欸欸 欸欸欸欸欸欸欸 贏了 他笨笨的 超啊 太熟了 太熟了 我好曬喔 又曬喔 這怎麼看都贏 又撞隊了 又撞隊了 太扯了啦 太扯了啦 連續山豬撞隊 太扯了 śmy wur produção 2 3 3 3 9 1 1 1